她要上去昂之前 她那个时候是Live的 还不是预录 所以她就要找她的化妆箱 她的位置找很久都找不到 后来她都快哭了 只好急急忙忙进去 赶快随便补了 然后就播了 之后大家就在想 为什么你的化妆箱 会莫名其妙不见 办公室都有监视器 Oh my goodness 就发现是另外一个 更资深的姐姐 把她的化妆箱藏起来 是这时候又牵扯到一件事 就是你跟上面长官 关系好不好 资深姐姐关系很好 所以 主播斗星机 排挤抹黑 是家常便饭 就是我以前在某台 当还是当记者的时候 发生的事情 就是那位女主播 她现在已经没有再播 可是她当年非常非常的走红 是仙女级的女生这样子 那因为她是千金小姐 所以她那时候一到公司来报到的时候 本台的老板 就来到她的座位旁边 说 你加油啊 但大家好好照顾她 这下不得了 是是是 没有后台的人看了怎么会是滋味 对啊 凭什么 但这个不过分啊 可是还有摸摸她 但是问题是大家知道她是来抢主播的位子 那主播的位子就只有那几个 对 你占掉了我们的位子 那我们剩下的人怎么办 那各凭实力咯 没有这回事 各凭后台 于是乎她在当主播之前的时候就还蛮可怜的 一直都被办公室的其他女主播排挤 排挤 但是不敢明着排挤 因为她后台又很怕 没有 大家照来耶 比如说她动作很慢 因为我们新闻就是及时速度要快 对对对 快很准 对 一定要on time 可是她都常常会动作有一点点慢 因为新人嘛 这也不可厚非 她旁边就会有人默默飘过去说 做这么慢还敢来上班喔 是 结肋的 会很可怕 然后不然就是会呼捧影半的说 你看你看她那鼻子是假 她胸部是假的 还有听说我发生会偷拿膏跟鞋 偷拿人要配备 让她没有办法准时on time 有这种事情 这是在一个前辈身上发生的 当时有一个甜美的气象女主播 不是我 是另外一个姐姐 她要上去播之前 那个时候她们都有一个习惯 就是自己会准备自己的化妆箱 然后去化妆间给舒嬅帮你画 是是是 所以她要上台 她要上去on之前 她那个时候是live的 还不是预录 所以她就要找她化妆箱 她在位置找很久喔 我都找不到 后来她都快哭了 已经要on time了 就是要上去on 还没化妆 都还找不到 后来只好急急忙忙进去 赶快随便补了 然后就播了 好 播掉了就 也就没有开天窗也还好 消失的化妆箱 事后大家就在想 为什么你的化妆箱 会莫名其妙不见 不见 不见 对 结果你知道 办公室都有监视器 Oh my god 谁看啊 就去调监视器出来看 就发现是另外一个更资深的姐姐 把她的化妆箱藏起来 这个事情就不要扛了嘛 对 事后查出来的时候就有不要扛了 还有证据 那怎么尴尬 但是这时候又牵扯到一件事 就是你跟上面长官 关系好不好 哦 资深姐姐关系很好 所以她没有被太大的惩处 但是 之前的那个 她反而有遭到惩处 就是 就是譬如说 被害人 藏人的那个 她可能只是一个警告 可是被害的那个 我记得她好像是小郭 因为她延期到on time的时间 因为大家有等她 就是大家会说 好 你快点 难道都不考虑前因后果了吗 对啊 那她偷不藏人家东西 而且这个 又被这个摄影机整个拍下来 证据缺少 但是她 抓肩在床了吗 对啊 而且她没有被禁锁 她还是赵博 有没有会穿那个 就露腿 露腿 恐怖情况就来了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 主卧资历有身有钱嘛 那姐姐们呢 就是进去我们的 最明显的地方就是舒嬅 是服装衣服呢 是一件件挂着嘛 所以姐姐一走进去的时候呢 我听说就是 会这样子瞄一眼 然后再瞄过去 然后发现说 为什么这件衣服比较好看 是配给妹妹呢 她就会说 太妙了 王道了 我想我穿这件会比较好 就直接就拿走 直接穿了 拿走就拿走了 对对对 那有穿不下吗 不会 对 大家会觉得穿得下 那化妆室的那个衣服 也很紧密 我觉得舒嬅间确实是 展现角力很厉害的一个地方 对 像我们在舒嬅间的时候 我们看每个人主播的形象 其实还是很重要 当然 大家都是光鲜亮丽的样子 对 可是你一进到那舒嬅间 因为我们有一间电视台 它的舒嬅间是比较多间的 它里面的衣服 你可以看到里面就是 它换完之后 就丢的整地都是 它会踩过 它换过的衣服 然后鞋子也是就是丢 就沿路丢 然后服装室是沿路剪这样子 然后还把它剪到处 那你这个还要穿吗 它可能赶时间啊 没有啊 因为我们一节跟一节之间 至少会有一到两个小时 对 而且大牌主播 通常播完prime time 就不用播了 对 而且丢的还好 而且他们就是有化妆 有的是有穿完味道很重的 那是他天生也没办法 我觉得丢穿过的丝袜 味道很重也没办法 对 还有丝袜 穿过的丝袜 然后就脱下来 就丢在舒嬅室 那有味道吗 那有原味的 没有人拿起来原味 可以拿出外 是不是 原味的 而且大家都会争那个化妆师 就是其实 如果你想要显现自己大牌 他就要延续一下 等下延续之后 其实他延后后面的主播 就跟着被延误 然后其实那时候的主播 都是满大牌 然后第二个进来 就是对着空气骂 他其实像在骂化妆师 但其实是在骂前一个主播 子桑骂槐 对 就是和尚骂突驢 对 搞什么啊 今天化得那么慢 你们都没有吃饭 指着辛龙骂破 对 可是他们长得真的很像 不是吗 破现在头发比较多 对 然后他就会骂 然后化妆师 就会很无辜地被骂 但其实是两个人 就在真的化妆师 而且其实在主要时段 会有两组化妆师 他们都会特别想要 然后要给某一组化 因为那组的比较会 两个会有比较吗 哪一个比较好 对 想要给谁化 为了博尚位 靠背景要靠手腕 是吧 那因为我去工作之前 我就听说这个老板 很容易把主播当成后宫 那长得进去之后 我就发现 就是后宫甄嬛传在正式上演 然后一直到后来才知道说 怎么老是都有一些主播 或者是女长官也会 然后就是 比如说我上晚班 到八九点 行政部门早就应该下班 或者是她是早班的主播 怎么会从楼上老板办公室 下来的时候 然后就一般整理衣服这样 就非常的明显 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就是 真的老板是 就把大家当做 他放他那张牌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每次都讲说什么 从房间走出来 然后一番衣衫不整 在那边调 但是不太可能 应该都穿好了才走出来 对 怎么可能让你看到这种画面 不可能 不可能 这有点穿着附会 因为我们是自己看到 然后就想说 应该也不至于 但是我在想说 是不是心虚的人 比较想要特别整理一下自己的衣服 不然照理说 其实他们看的都还蛮整齐 对啊 干嘛 那这件事情会流露出来 是因为就是有 后宫们大打出手 蛤 还打出手 这就是精彩咯 大打出手 然后就是 对 然后还有正宫打来 就呼巴掌 所以才会整个电视台 都会知道这件事情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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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